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就地过年成了不少民众的共识 郑州富士康的员工也不例外 这家台资企业 这个春节有近十万人选择留守 反向春节幸福不缺席 作为富士康郑州科技园 最大单一厂区的港区富士康 承担了富士康在大陆 近八成的智能手机产能 春节期间这里生产如常 执行官耿帅就是其中之一 他和留守工友们 每晚都要在总面积 近五百六十万平方米的园区内 巡查五十多个点位 保障安全生产 谈及留守原因耿帅坦言 一方面是老员工的责任情节 另一方面是公司保障全面 他预计二月份综合收入在一万元左右 因此反向春节对他而言 也是多赚钱的好时机 十年磨一剑 就是爱港敬业 不忘中心 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对于公司的安全生产负责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留守 公司的政策又非常的棒 光补助的话就有两三千左右的样子 那还有自己的一个加班费用 所以说从生活上也是不小 不菲的一笔收入 春节期间不回家 公司给我们准备了员工普惠的一个大礼包 自己也会给爸妈准备一些生活上吃的 还有衣服之类的寄过去 希望父母也是身体健康 同样被富士康留守政策吸引的李涛 也是早遭报名春节留守 他老家在陕西西安 妻子老家在河南 二人在郑州买了房 安了家 不想过年来回折腾的李涛说 父母也都在郑州 时刻团聚着 等过了春节再回老家看看亲戚 与80后的耿帅李涛不同的是 90后的基层员工五鹏基 胡江亭夫妻俩 在厂区附近的小区 租了一套三室两厅 自己花钱装饰一番后 把父母接到城市 享受返向春节的惬意 媳妇 饺子还要多长时间能好 妈 吃饭了 想让小牛睡了吗 想让小牛睡吧 再上吃 看个点辛苦一年 我把你那边都拿来 我去 怪如意生活都怪得得人托了 要不就不吃上啥大不大鬼的家馆品 对武鹏基而言 2022年他希望通过努力早日在郑州安家 最重要目的就是在郑州有自己的一个窝 也不用说是在周边了 有自己的家了比一切都好 所以就是也一直朝着在这边安一个家的目标 也在努力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副总经理王雪 接受中兴社记者采访时介绍 今年春节 他们在工作 奖金 食宿等多方面 设置了激励政策 并配置了近百人的服务团队 为的是让员工在宿舍区 也能感到如家般的温暖 目前 根据客户订单和生产情况 春节有近十万人职守 我们去年创造了在郑州以来 十一年当中的最好的业绩 也感谢我们所有同仁 对我们努力的付出 鉴于当前良好的订单状况 我们现在激励员工留守过年来 补足一些产能 年后以来我们会继续扩大招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